而天气呢很多人担心感冒施打心流感疫苗却传出了不断有一些的状况出现 之前才传出有七岁男童猝死的案例 不过呢其实不止这一例现在有很多家长他们也觉得他们孤立无援 但您看到台中的一名冯太太 她的17岁女儿上个月打完疫苗之后突然瘫痪 接着抽搐吐血 甚至她的双眼视力都整个减退模糊了 住院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痊愈 冯太太说呢在这当中她虽然有提出抗议 但是政府不闻不闻 疫苗打完一个月了 女儿直到现在左手还是不停会抽搐 都说有过一分 对 拖了这么久女儿的身体一直没有好转 如今又听到有七岁男童 打完疫苗赔上了性命 冯妈妈的心更慌了 我跟她那爸父母一样心痛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还有家庭都一个家庭快散掉 我还有一些小孩也大胆的 然后自生自命 搜集了厚厚的资料 想要救救自己的女儿 一路走来却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有鬼没得到啦 现在人心肝人摆掉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没办法讲 女儿今年才17岁 11月24号打完疫苗之后 状况接二连三 先是瘫痪接着抽搐吐血 现在连眼睛也出了大问题 看不清楚 没办法上课 我跟你讲说没办法上课 去到学校老师都叫她睡觉 没办法写功课 没办法跟人家写考鉴 对让冯妈妈气愤的是 政府怎能撇得一干二净 可以解的药 赶快救这些小孩子啦 不要让这个小孩子一直 她痛苦 家长也痛苦啦 到底哪一天才能换回女儿的健康 成了冯妈妈现在最大的无奈 中文新委陈思源 徐一玲台中采访莫道 好